那后天就是连总的生日 我想办得热闹一点 好的 没问题 我们来安排 但是我想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日趴 想要的是一个惊喜 惊喜 惊就是 趴起前要跟连总保密 喜就是一个形式 一定要特别 要值得回味 我看你们后勤部 专门出个人跟进一下 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问题 随时跟我联系 好的 谁愿意自告愤容 还能有人 董事长 我对这次派对很感兴趣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来 好 就是你 她又挺 你是这次生日派对的主要负责人 我需要认真地和你探讨每一个细节 十分钟后 到我办公室来找我 你想干什么呀 是想跟我对着干是吗 没这想法也没这兴趣 连总的生日趴本来就应该我来做 你横插一杠干嘛呀 就是因为你老觉得该你来 姐 咱们就不能低调点 离英术远点吗 保持距离 让你上 我这是为了你好 咱们就不能老老实实做人 本本分分做事吗 你别说那么多没用的 既然懒了这活 你就好好干吧 放心 我肯定好好干 小婷 来 坐 我就不做了董事长 这在公司呢 既然我负责连总生日趴 下任务吧 我去执行 就那么一个趴嘛 有什么难的 你就坐在这儿 陪我说说话就行了 那些东西 我让李淳办好方案 具体的就交给后勤部 去落实一下就好了 英术 你现在有事没事就找我 来让人家看见算什么呀 您是董事长 没人管不需要干活 可我需要干活啊 我有人管 那你就到我这儿来 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 把你邀到我身边来 求英术 真是够了 我真的很忙好不好 你要再不回答我问题 我马上走 好好好 你说 这次派对的主题是什么 不知道啊 元素呢 生日蛋糕啊 气球啊 彩蛋啊 甚至抽奖 抽大奖都可以啊 或者 我们可以玩一些 没有玩过的 你想想嘛 就知道玩 人生苦短 乐是一天 不累也是一天 我开开心心的 哪里不对吗 是啊 您是董事长 您说什么都对 那资料呢 他平时喜欢干什么 多大 特别爱好 连胜 三十五岁 商业奇才 号称华尔街之狼 至于喜好嘛 骑单车 破风算不算 哦对了 他之前是玩乐队的 乐队 干嘛 谁不听想喝点想吗 深水炸弹 没有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啊 上回你跟我说 你跟宝珠姐 一点的不合适 但她却跟我 一个劲地夸你 还说你像艺术家 我不像吗 哪像了 刚才在门口 戴个眼镜就像了 怪我咯 忽然呢 你最近是不是很闲呢 投手给 对啊 怎样 我很忙的 说得像一声 愿意来找你 是吗 那赶紧说个什么事啊 说完可以走了 问你啊 你说一个为父故人 又心里阴暗的 中年老男人 喜欢什么呀 你为什么开始我说 这小时候你们都 疼为中年老男人啊 谁是中年老男人啊 不认识我 那妖怪我了 对啊 快回答问题 你说这个人是谁 说了你也不认识 没说那个 中年老男人是谁啊 说了你也不认识 赶紧的 回答问题 成春了 既然都已经为父故人了 有什么是用钱买不到的呢 可他还 内心阴暗啊 所以啊 清川转家的力量 可以荡叠心中所有的无佐啊 这么喧哗啊 当然了 要不要用本机记下来啊 我懂了 这种事还是问你们这种 中年老男人管用 我一圈人都不管用 从已问完了 走了 没准备多待 你自己买的猪蹄 记起不期啊 对了 老板说今天打折 送我一个 送你啦 行了 走啦 明镜需要完成 看看 ahh 嗯 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今天大驾光临 不是只来看我的环境的吧 记得我们上学组织乐队的时候 唱的就是这些老歌 没想到你现在还是很喜欢 想当年在学校 你和连胜连手 连胜吹勋 你主唱 愣是把活生生的欧美流行音乐 唱出了比较有特色的中国风 厉害 那也没有你吹笛子厉害啊 对了 之前组织乐队的那些乐器 你还有吗 可不可以借给我一下 你要这些做什么 靖老院的老人们 需要一些业余生活 我想教他们不同的乐器 仅此而已 我们这次生日派对的主题是重返青春校园 所以我们整个的氛围 还有会场布置 一定要紧紧地围绕这个主题展开 放心吧 小婷 我们已经深刻领会精神了 对 你就放心吧 没问题的 对啊 就是 肯定没问题 对 宝珠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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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确认一下细节 会场布置谁负责 我 酒水呢 我来 现在万事俱备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需要确定人选 那就是谁推蛋糕出来 这可是整个生日会 最重要的环节 肉包吧 你看 他多喜气 好好 我来 肉包 那你可得小心了 当时那么多领导 如果出了那么一丁点的错误 那就糗大了 你看啊 你那体格 万一 啊 咔 一不小心撞到蛋糕上 那可成了全公司的笑饼了啊 那不要不要了 那你来吧 好吧 那我就替你担这个风险 谁让我是你组长呢 对 让菲儿来吧 陶菲儿 你在整个生日会筹备过程中 参与度不高 对很多细节 还有流程并不了解 而且这一次是青春校园主题的 你并不适合 陶小婷 你来负责推蛋糕 就这么定了 大家赶紧准备 好 好 保重姐再见 太好了 小婷 喂 林总 今晚和商会会长的会议取消了 好 我知道了 又有什么事啊 是我 余佳姐 余总啊 找我有事 还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 经常去的那家山顶的咖啡屋吗 记得 我在这里等你 我在这里等你 你好 好 我给你要了咖啡 好 先生您慢用啊 好 谢谢 这么大的地方一个人都没有 够冷清的啊 你忘了 我喜欢安静 记得 最近 总是想起以前的事情 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每年的今天 我们都在一起 嗯 带来 好 啊 い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